那個雲端跟行動裝置就平板跟這個智慧型手機的影響越來越大 而且好像大家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 再加上就是說你會發現平板跟大的智慧型手機的價錢一直在跌 跌到已經真的好便宜 現在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以前像那個Samsung Note 一支要兩萬多塊有沒有 現在差不多規格的大陸手機像華為 像什麼小米機像聯想 像等等的其他廠牌都出來了 它的價格大概也只有 Note的三分之一吧 所以相對的最近好像有一些新聞就是一直在報導 三星的獲利 三星的佔有率一直往下滑 那就是被那個大陸那些平的 給這個影響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好這個智慧型手機的佔有率會越高雲端的使用也越高 所以以後呢 像之前 上一上個學期就有同學 在 第一次自我介紹就講說他們公司已經慢慢推展 就是說 不給你們 就是桌上就沒有給你們用 電腦 那 可能會就是用平板 來代替 但是呢 你也要能夠把事情做完 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對不對 然後另外第二個是說 他給你電腦 但是他 不買office 不買office 也就是說 他給你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瀏覽器 要你直接在雲端上作業 那 這個怎麼辦呢 畢竟你是 對不對 你是 領壓薪水的嘛 那老闆說要這樣子 你能說 不嘛 對不對 那他不裝 所以 要省成本嘛 一套下來也是好幾萬塊嘛 所以這怎麼辦 你就要慢慢習慣 以後呢 如果要來做 同樣的事情的話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會發現 這兩個做完之後有沒有 你要計算的話一樣嘛 等於 你一樣等於 三米幅 如果傳上去之後的話 一樣有沒有三米幅 只是說沒有插入那個視窗跳出來 但是他就一定要在上面打 那你會想說那一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也差不多嘛 關乎之後的話後面要加什麼 如果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這上面不是一個 一個問號對不對 按下去 他就怎麼樣呢 他就會把你後面要做什麼事情的 說明跳出來 那其實 他的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說操作的流程不太一樣 可是 大概多操作做個幾次 我覺得也還OK啦 而且我也蠻習慣在手機 在平板 都用這個 這個方式 在作業 你還好啊 沒有什麼問題 反正 OK 那這裡範圍的話 我們就講 選什麼 選續舍 如果你點續舍2 然後再去選這個範圍 也可以 或者是你給一個名稱 其實也可以 所以你這地方的話呢 一樣